董哥覺得這個孫昌 應該是不會下台了吧 因為吳怡農沒有選得很糟 因為你看孫昌昌對人好高興 到處在請歌 大家想說 大家本來想是不是畢業參會 結果他說沒有啦 尾牙啦 所以你覺得就是單純的尾牙是不是 我覺得他 他是覺得我的位置已經保住了 那就是 就是把錢拿出來用一用 很開心 然後請大灣店 岩山最好 為什麼 岩山是自己子弟兵嘛 林醫生 這是2019年3月29號那天 蘇貞昌指定他上任 那個日子都好奇怪 因為旁邊就是中類詞 329 但是你可以看到蘇貞昌他其實有點自得一百 實在怎麼樣 在蔡英文宣布說 我不發放超真的錢 結果兩天就被蘇貞昌翻轉 蔡英文馬上就追任 那表示說我同意你的 就是簡單講就這樣 那醫師也是怎麼樣 以後你就擋在我前面幫我拿個好啦 我做你後盾 你做什麼事情 我在後面會說 是我叫他這樣做的 所以現在的英書體制就是綁得更緊了 綁更緊 綁更緊 那我覺得蘇貞昌是自得一百 趕快 他現在都沒開眼笑 喜行余色 對 喜行余色 就不太像說要走的樣子 我們看到了太報的獨家報導 就是說 蘇貞昌突然要發這六千塊是先斬後奏 所以蘇貞昌宣布說要發現金六千元 整個總統府真的是完全來個措手不及 那知情者透露 因為在去年民黨大敗 蔡英文持去黨主席之後 不想讓人感受到跛腳 所以要重拾權威在國政上站在第一線 所以讓蘇貞昌對於發現金這件事情 好像讓他思考到未來如果留下來的話 還有多少可以發揮的空間 那據說突襲這件事情 好像讓蔡英文也對蘇貞昌起了什麼戒心 那這篇報導裡面有透露一個訊息 就說本來有信心可以繼續留任的蘇貞 也開始思考自己的去留了 這件事情今天早上蘇貞昌也被問到 蘇貞昌說什麼先斬後奏 他說沒有 都有教博來 他說蔡英文在國安會議上明確才是1800億 除了留印不實之需之外 也要全民共享 而且有請行政員規劃向外界公佈 所以這個作業是一步一步來的 董哥 我覺得蘇貞昌當然是有獲得蔡英文的 才會這樣子 對 因為不太需要搞成這樣 因為這樣對他的那個來講是沒有什麼好處 那蘇貞昌很知道自己的責任現在就是 到明年520之前幫蔡英文在前面擋子彈 他就可以坐這個位置 所以他挑的彈子是蔡英文的彈子 被人家賢到說 汗很臭什麼都是 那對啊 但你會相信蘇貞昌說 他退休也可以 像儀果或誰拿起劃筆什麼 看了實在不太相信 其實我知道蘇貞昌在等一個機會 這機會不是總統的機會 因為蘇貞昌他過去在新北市 就是他等於說做非常久 就民進黨後他自己本人都認為 新北是他們蘇家的新北 那民進黨在這裡有三席立委 完完全全是他子弟兵 吳秉瑞還有他女兒蘇巧淳 還有那個還有那個原外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們三個人 就是對蘇貞昌來講都一直很捍衛著 那蘇貞昌一直想把這裡再拿回來 這裡要拿回來 其實時機快到了 就蘇貞昌來講時機快到了 因為侯友宜看樣子要去選總統 那這個位置就提早就會出來了 如果出來的時候蘇貞昌 手上還是很有行政之言 還有怎麼樣的話 他來部署 因為他千方百計設法想讓 至少就是 以前吳秉瑞一直覺得他蘇貞昌傳人 那蘇貞昌自己認為自己的傳人 第一傳人不是大弟子吳秉瑞 而是女兒嘛 一定是蘇巧 那因為台灣的政治人物他都有一個迷思 這個迷思是什麼 就是說像吳伯雄要當過桃園縣長的兒子 一定要當選就 然後他爸爸也當過 三代那在地方制度法裡面 其實沒有這樣的例子 就會覺得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像過去那個國民黨 那個民進黨那個宜政縣家族 阿公媽媽然後他 他爸爸也當過 他爸爸叫宜瑞妍我認識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都 都認為說有這樣的傳承下來 是一個值得大叔特殊 可以告慰祖先也可以 讓大家覺得說 他們這個家族是很有榮耀感的 我覺得蘇貞昌在等這一天 那這一天當然因為 如果他現在辭了以後 那活大概 譬如說半年或一年以後才辭的話 那時候蘇貞昌其實已經沒有籌碼了 對 那他現在就是說我現在有籌碼 我的籌碼當然很多 包括我講剛剛延山大飯店的林醫生 是他子弟兵 他派去當延山 所以他就在這邊 犒賞說準備 其實有點四肢大會 我準備要再回來 那我的回來是要看 侯友宜的離奇 我覺得他是在安排這樣的鋪陳 那蘇貞昌現在就 你可以看他那種自得意 跟前面被人家罵 然後那種被罵得很難堪 又硬要挺住了 你現在覺得蘇貞昌有點復活了 對有點復活 他回來了 那個蘇貞昌的魂回來 那他認為說 蔡英文現在也是要靠我保護 然後跟蔡英文講 你儘管抖到後面沒關係有我 我是萬劍穿心我也不怕 那其實這次講好聽 背後他其實有很多行政資源在手上 所以我幫你擋 可是行政資源你要給我用 那我會讓你不用受到傷害 所以民進黨的敗選以後 等於就到此為止 那下面所有的單子都我挑 箭都是我身上沒關係 但是他的行政資源 他現在就開始慢慢知道 怎麼逃去應用了 那蘇貞昌現在他 所有的做法 其實在為他的下一步在部署 就他擬而數價班 不是吳秉瑞也不是張宏露 不是張顏外 就是說雖然兩個是子弟兵 但是他是這樣想法 那我覺得就是說 就很多人來看 就因為英系本來的柔智政 一直想在新北嘛 柔智政最近也拼拼的表現 譬如說出來痛罵高嘉儀 他就很表現出來 但是因為他比較沒有 像蘇貞昌這樣 盤根 湊結的地方勢力 在新北 蘇貞昌 他其實因為經營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蘇貞昌 就覺得說 那我既然穩的話 我不是只想做完 我的這個任期 我還要栽培我的下一代 然後讓整個蘇家班 蘇戲 炎炎不絕的下去 那這是蘇貞昌的想法 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